138.17亿年前宇宙大爆炸时,亦是我们这个宇宙的开端,是时间的起点,空间的起点,万物的起点,已成能量开始的宇宙从屋到游,创造了无数宇宙奇迹。 当然更奇迹的我觉得,墨火云的求生命,几乎每个人都听说过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故事。 但是如果你问任何人,从一个普通人到一个宇宙学家,会得到很多不同的答案,其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基点。 基点指的是宇宙中所有物质和能量都集中在一个点上的瞬间,从宇宙大爆炸到现在,在宇宙膨胀的背景下,宇宙力士的一个例证,在热大爆炸之前,宇宙处于暴胀状态。 但所有这些都必须在基点之前,这一观点已经过时了。 NASADAMAP,Science,TEAM,博科源科学科普,宇宙的温度,米度和能量将是任意的,无限大的,甚至可以与时间和空间本身的诞生相一致。 但这上图张照片不仅是错的,而且已经快40年了,可以说,并没有出现与大爆炸有关的奇异现象。 甚至可能根本就没有空间和时间的诞生。 这是我们知道的,以及我们是如何知道的。 Goods North研究中心在图中展示了迄今为止,观测到的一些最遥远星系。 其中很多星系,我们已经无法到达。 当我们观察越来越远的距离时,发现由于宇宙的膨胀,越来越远的星系,似乎正以越来越快低速度,从我们身边退去。 NASA, ESA, and V, Level C。 当观测今天的宇宙时,看到宇宙在各个方向不同的距离上都充满大量的星系,平均来说,越发现星系越远,它就越快从我们这里消失。 这不是由于各个星系,通过空间的实际运动所致,这是因为空间本身的结构正在膨胀。 这是1922年由亚绿山大弗里德曼首次提出的广义相对论预测,并在20世纪20年代由埃德文哈勃和其他人的研究证实。 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宇宙内部的物质扩散开来,密度较低,因为宇宙的体积增加了。 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们回顾过去,宇宙会变得更密集,更热,更均匀,如果一直往前推断,会得到更早,更热,更密集的状态。 这是否最终导致了基点出现,物理定律本身在基点中失效。 NASA CXCM-YS如果把时间推得越来越远,会开始注意到宇宙的一些重大变化。 1. 将会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引力没有足够的时间,把物质拉近足够大的团状物,以形成恒星和星系。 2. 会发现宇宙是如此的热,以至于不能形成中心原子。 3. 在其中甚至原子核都被炸开。 4. 物质反物质的会自发形成。 5. 单个质字和中词会被分解成夸克和胶子,基点是传统物理学崩溃的地方。 然而在宇宙中实现着你的热,密集的状态是有后果的。 而且它们中的许多不能满足观测。 2007-2016年,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Gravitational Physics, POSDEM,每一步都代表着宇宙的年轻。 更小,密度更大,温度更高的时候。 最终,如果继续倒推,会看到这些密度和温度上升到无限的值。 因为宇宙中所有的物质和能量都包含在一个点,基点。 正如最初设想的那样,大爆炸不仅是一种炙热、密集、膨胀的状态,而且代表了物理定律崩溃的瞬间。 这是空间和时间的诞生,一种让整个宇宙自发形成的方式。 这是创造的终极行为,与宇宙大爆炸相关的基点。 今天看到的恒星和星系并不总是存在的,而我们离得越远,宇宙就越接近一个明显的奇异点。 但这种推断是有限度的,NASA, EFA, NDA, VOC。 然而如果这是正确的,并且宇宙在过去已经达到了任意的高温,那么今天就可以观察到一些清晰的信号。 在大爆炸余晖中会有温度波动,会有非常大的振幅。 波动会受到光速的限制,它们只会出现在宇宙世界的尺度上,而且更小。 在早期会有剩余的高能宇宙遗迹,比如茨丹吉子。 然而温度波动仅仅是三万分之一。 毕丹一大爆炸预测的小几千倍,超世界的波动是真实的。 由调MAP和弗朗克证实,磁丹吉子和其他超高能物质的限制非常紧密。 这些缺失的特征蕴含着这样的含义,宇宙从未达到过这些任意高的温度。 宇宙微波背景波动是如此之小,如此特别的模式。 它们强烈地表明宇宙开始十个处的温度都是一样,只有三万分之一的波动。 这一事实与任意的热大爆炸是不协调的。 isn't that blank collaboration? 相反,一定有一个界限,我们不能武断地退后到遥远的地方,到一个热或稠密的状态,达到所能预想的任何能量。 有多元仍然有效地描述宇宙是有限度的。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理论认为,在宇宙还没有热、稠密、膨胀、冷却、充满物质和辐射之前,宇宙就在暴涨。 宇宙暴涨的一个阶段,意味着宇宙是,一,充满了空间本身固有的能量,二,导致了快速的指数级的膨胀,三,使宇宙变得平坦,四,赋予了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数性,五,小振幅的量子展落,六,延伸到所有尺度甚至超级世界。 最后,宇宙暴涨结束,宇宙暴涨使空间呈指数增长,这很快就会导致任何预先存在的弯曲,或非光滑的空间显得平坦。 如果宇宙是弯曲的,它的区率半径,至少比我们所观测到的,要大上百倍。 一,四个L,那的YTES Cosmology Tutorial,二,当发生的时候,会把之前空间固有的能量, 转化成物质和辐射,从而导致热大爆炸,但不会导致一个任意的热大爆炸,而是一个达到了最大温度的最大值,比基点可能出现的尺度要小上百倍。 换句话说,导致了一场由宇宙暴涨状态产生的大爆炸,而不是一个基点,在可观测宇宙中存在的信息,可以获取和测量, 只对应于最后十复三十三秒的爆炸,以及随后发生的一切。 如果你想问爆炸持续了多久,那我们根本不知道,它至少持续了十三十三秒,但它是否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或者是无限长的时间,这不仅是未知的,而且是不可知的。 整个已知宇宙的历史表明,我们应该知道宇宙中所有物质的起源,以及所有的光,最终是爆炸的结束和热大爆炸的开始。 从那时起宇宙经历了一百三十八亿年的宇宙演化,这一图景得到了多种来源的证实。 那么引发爆炸原因是什么呢? 关于它有大量的研究和推测,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没有我们能观测到的观测结果,没有我们能做的实验,有些人错误地说了类似的话。 在了解通过膨胀之前,有了一个巨大的爆炸基点,形成了一个热、稠密、膨胀的宇宙,而爆炸仅仅代表了一个中间阶段。 因此顺序是这样的,先基点,中间爆炸,最后热大爆炸。 甚至有一些有顶级宇宙学家制作非常著名的图表,解释这幅图景。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正确的,这是由爆炸结束引起的密度标量和引力波张量波动的图解。 但注意,架设在爆炸之前,存在一个基点并不一定有效。 Lafa,Depochek Foundation or Foundation, Related,事实上,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是不对的,可以从数学上证明。 一个爆炸的状态是不可能由几点产生,原因如下,在爆炸期间,空间以指数速度扩张,想想指数是如何运作的。 在一段时间后,宇宙的大小会翻倍,如果时间是原来的两倍。 它翻了两倍,是原来的四倍大,再等三倍的时间。 它翻了三倍,是原来的八倍大,如果是原来是到一百倍的时间,那些不确定的东西,会是宇宙的大小,是二十或二一百倍。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同样的量,或者两倍,或者三倍,或者十倍或一百倍,回到过去,宇宙会变得更小,但永远不会达到零。 分别是一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二负十,或二负一百倍,于原来的大小,但无论如何缩小,都无法达到基点。 蓝色和红色的线,代表了传统的大爆炸场景,所有的一切都从时间T等于零开始,包括时空本身,但是在暴涨的情况下,黄色,永远不会到达一个奇异点。 在这个奇异点上,空间,会变成一个奇异的状态,相反它只能在过去变得任意小,而时间则是无限。 一,C5,宇宙学有个著名的理论,表明爆炸状态是不完整的,很明显这意味着,如果有任何粒子存在于膨胀的宇宙中,如果回溯时间,它们最终会相遇。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定有一个基点,而是说,通过膨胀并不能描述宇宙历史中发生的一切。 就像它的单身一样,我们也知道,例如爆炸不能从单一状态产生,因为爆炸区域必须总是从有限的大小开始。 时空本身在亮色尺度上的波动,在爆炸期间在宇宙中被拉伸,导致密度和引力波的缺陷,爆炸是否起源于最终的基点,目前还不得而知。 每当你看到一个图表,一篇文章或一个故事,谈论大爆炸基点,或任何一种在爆炸之前存在的大爆炸基点,你就会知道你正在处理的是一种过时的思维方式。 大爆炸基点的概念,在我们意识到了有一个不同的状态保障状态之前并建立了热大爆炸早期的,热火密集的状态之后就消失了。 可能在空间和时间的一开始就有一个基点,之后就会出现宇宙爆炸,但这并不能保证。 在科学中,有一些我们可以测试,测量,预测,确认或斑驳的东西,就像一个引发热大爆炸的宇宙爆炸状态,还有其他的吗? 博科员科学科普文,Ethan Siegophob Science,S,W,A,B,博科员传递宇宙科学之美,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